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都在线上购物 但是大家也发现到了 电商平台上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金剑有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产品 竟然有业者卖什么呢 卖下降头 这个可以说它提供爱情 感情和和 发式爱情等等相关的服务 而且夸张的是它的价格 从几千块到几万块都有 而且真的不少人买 多达百人都曾经买过 那不少人还去留言 还去给好评 给了五星级的评等 所以这边我要来请教社长了 像这种下降头的这种爱情术 是真的有效吗 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讲说下降的巫术这种东西 我们讲说巫术一定有一个代理人 叫巫师通常是女巫 因为以前巫术通常是穿女不穿子 所以女巫比男巫要多 那中世纪的时候 这种女巫非常盛行 所以有所谓的猎物运动 我们看哈利波特里面有一集 哈利波特其实要去塞一个 叫磨苹果 他要戴上那个手套 那个手套是用龙 我们飞龙再建那个龙 龙的人做的 要保护手 因为那个毒苹果有毒 而且会烫 所以他必须戴上那个龙手套 然后要戴上那个耳罩 因为那个毒苹果你去把他拔下来的时候 那个毒苹果会发出很尖锐的那种叫声 很凄厉的音声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 那这一段其实是有根据 那欧洲中世纪有所谓的那个魔法 刚才讲业屋 女屋太多 那个女屋在施行魔法的时候 他们其实要用一种东西 世界各国用的那个东西都不一样 欧洲是用一种叫曼陀罗 曼陀罗你看 普遍就看得到 那个曼陀罗其实像百合花一样 欧洲中世纪最流行的曼陀罗 在那个我们讲断头台 欧洲以前古代很多断头台 人如果犯罪又送到断头台 然后那个刀下来咔嚓一声 我就断掉了 断掉的时候 血会像45度这样幅度的喷出来 那噴到那个刑场 断头台底下的那些草地上 那些欧洲以前草地上 经常种有这种所谓曼陀罗 那这种曼陀罗吸收了这种人的 尤其是死刑犯的这种精血之后 它会有 它会营溢更强 更强 但问题这种曼陀罗 你看那个照片有没有 它有一个图画 画出一只狗 脖子这边绑着那个链子 发底下那个根部 还有一个人的影像 有死刑犯 附身在他身上 是有灵力的 有邪灵在身上 所以人不能去靠近 所以他们只要用狗 用那个链子 去把这个曼陀罗根部绑起来 用狗去拉 拉的时候 那个曼陀罗被拉动会痛 就好像烟闻在里面 被扯动 扯动又会痛 它那个曼陀罗会发出很 我们讲很犀利的尖叫 所以马来西亚 要戴耳罩 要戴那个龙手套 才能去拔这个所谓 磨苹果 其实磨苹果就是曼陀罗 在马来西亚 其实在1993 曾经发生过一件 我们讲巫术病难 那是马来西亚犯罪史上 最恐怖的一件分尸案 跟巫术有关 而且这个病难的 这个所谓受害人 被害人 他是马来西亚一个政坛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拿毒 叫马之兰 那马之兰这个人 已经是当时49岁 他当时其实已经是拿毒了 而且他是周易人 那因为人的那个意望无止境 他一直希望可以在身上成楼 他希望可以在政坛里面 当上比如说党主席 甚至总理 1993 7月2号 马来西亚最恐怖的病难发生 当时 因为这个礼物在马来西亚 也顶顶有名是 因为他当时才45岁 打扮了表演的一个女人 然后他结果四次分 四次分有大概五个女 他第四任丈夫 本身就是一个巫师 跟叫阿芬迪 本身就是一个巫师 那他跟他丈夫就想 这个拿毒马之兰这么有钱 他们当时就开价说 要做这个魔法可以 开价多少 1700万台币 1700万台币 那这个拿毒 我先给你钱金 就马来西亚31万印级 大概是差不多210万台币 我先给你钱金 那我如果升官发财以后 我再给你货金 先付定金的意思 对 那这个莫娜 莫娜当时还跟他讲说 这个像中国的风水一样 说你要改用 无论你人来以外 那你有几间房子 那这个马之兰跟他讲说 我有九间房子 九栋 他说好 那你把九栋 那房地器也带过来 我必须在你这个房地器上做 让他封锁也更好 马之兰就来了 1993的7月2号 一去以后 回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莫娜跟他丈夫 还有他三个儿子 三个人 和魔 想这个拿出这么有钱了 我们干脆把他杀了 而且这个莫娜 莫娜她相信 这个女巫她相信说 在这个所谓巫术里面 你如果杀掉九个人 你的神光 就会达到一个所谓 神光附体 神光附体 你会永生不死 所以他魔法的最高境界 巫术的最高境界 他必须杀九个人 所以其实他在杀这个拿出之前 他已经杀了八个人 所以这也就是连缓命案 他这个拿出后来 马之兰见到这个莫娜 这个女巫的时候 这个女巫 老早就在他家 他家的那个殿子里面 挂了一个大洞 挂了一个洞 大概两公尺深 准备变这个拿出 拿出来了 莫娜就跟这个拿出 马之兰讲说 可以你可以躺在这个洞里面 我要帮你撕所谓的花瓣液 花瓣撒在你身上 这是魔法 撕受的一种过程 然后这个拿出就相信了 他就躺在那个洞里面 可是他迎来的不是花瓣 是什么 是这个莫娜跟他老公 乌斯老公 在旁边准备了两种东西 一种是所谓的虎头 这个虎头 拿出躺下去 眼睛闭着 这虎头就一把就往他头上劈下去 颜劈撕 把这个拿出砍死 砍死 他又拿马来西亚的一种 一种所谓裂刀 拿这种裂刀 把它分尸 分尸成八段 很恐怖的一个冰案 结果因为7月2号他出门的时候 有打一个电话这个拿毒 后来他老婆等几天没回来 开始报案 报案等了14天 等了14天 各方压力都到警察局之间 警察局不行不动不行 本来以为说他只是失踪人口而已 后来就整个开始当成病难在办 结果后来就因为他电话里面有提到说 他要去劳劳劳劳劳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莫娜 他们想说会不会跟因素有关 结果后来就去找到莫娜 走到莫娜以后才 我们讲说所谓不想严刑拷打 后来莫娜招了 到时候他已经搭掉马自然的拿毒 把我们埋的地点就在那个地方 结果警察开挖 开挖那个地方 他果然找到他的那个大底筋被肢解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所谓那个 我们讲木偶人 长征 中国以前乌服用的那个针钉在那个木偶上 有很多这种这种施法的东西 埋在他大底旁边 然后上面摆了几尊佛像 几尊佛像 还有三件所谓魔法施授的那种宝贝 这三件是那个拐杖 还有那个所谓的宋古帽 宋古帽是马来西亚 我们讲那个伊斯兰教上面 不是戴那种一些颜筒帽 还有写的那个符咒 有三样东西 证明说这个跟巫术失授有关系 有关系 后来就过案 过案以后后来开始追 才发觉这个莫娜其实他前面已经杀掉八个 包括婴儿 包括婴儿 婴儿在里头 对 所以他手段相当的平衡 那这个案子在破案之后 破案之后在1995年 法院开始审理审判 审判的时候 判他侥刑 但这个莫娜就一路账诉 上诉到2001 上诉公众死刑确定 确定要绞刑 但绞刑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照片 当时有很多记者去拍 这个照片出庭的时候 你看他穿的那个 很鲜艳 而且他很诡异的是 所有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不出法庭人已经被判死刑了 他好像还笑得非常诡异 他那个笑容 他根本目的主要他毫无计辞 那为什么 因为记者跟他讲说 你有什么疑言 对 他讲了四个字 说我不会死 那后来到底这个黑莫娜 他后来毕端巧识 就上这个死心台了 但死了以后 我们刚才讲说 他说他不会死 是真的吗 其实真的 是一种现象 我们现在很诡异的 他当时还没死之前 不是被关在那个警察局 记忧所里面 后来又移到监狱里面 在那个警察局里面 传出说 他当时关押这个莫娜 你屋的这个 这个所谓房间 关押他的地方 晚上值班警察经常会听见 里面有人在对话的声音 在对话或者在身影的声音 他觉得不管里面没有官人 还有这种声音出来 监狱那边也大概会传出这样 所以晚上那个其他的囚犯 经常看到这个莫娜女巫 留着长途 然后在那边 领体在那边飘动 走来走去 不知道这领体还是真的 他没有死 就在那边飘动 甚至谁 甚至那边的领体 还有包括被他杀掉 那个马自然 也在那边飘动 也在飘动 尤其最恐怖的是 后来那个莫娜被埋葬的地点 那个墳墓地 墳墓 墳墓如果有人从那边走过去了 经常会有看到 很多很多领体在那边飘动 有老的有小的 那这个事情在马来西亚 其实背对那样 传得非常厉害 后来是马来西亚的 那个电视台记者 去采访去现场 现场采访 现场录影 结果你知道也是一样的 很恐怖 就是他们那个电视机 摄影机 到现场以后 一开机 要开始录录 在别的地方都好 到目的录录现场 或到监狱那个现场 那个摄影机 故障 会发出那个 很韧 那个声音 被讯号干扰的感觉 对 然后他们退出这个地方 那个摄影机 录影功能 就全部恢复现场 所以有人讲说 这是不是莫娜没有死 还在游荡人间的一种现象 听从想要邀请您 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影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 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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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